离队已成定局 篮网新赛季宣传海报已经没有欧文的照片 利达德·赛杜兰特传刊作者 球一PS图 说到今天夏天NBA自由交易市场最大的鱼是谁 那么无疑就是篮网队的凯利欧文了 今年欧文的合同将来到球员选项 他完全可以跳出合同续约 或者和其他球队签约 而据媒体透露 欧文和篮网的交易谈判并不顺利 欧文想要追求一份五年顶薪 但是篮网只愿给两年合同 于是不少其他球队也向欧文抛出橄榄汁 据悉 胡文成为最强烈的追求者 而有趣的是 球迷发现 篮网队下赛季受配到宣传海报中 已经将欧文剔除 上面只有杜兰特和西蒙斯 甚至宁愿带上乔哈里斯 也不愿意带上欧文 除此之外 如果欧文离队 杜兰特也大概不会继续在篮网效力 今日 开拓者单差球星利达德 也是晒了一张杜兰特身穿开拓者球衣的PS图片 引发了广大网络的热议 莫非今天是这期 篮网又要开始重建了吗